歡迎我們全面進場 10月26日 星期六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在今日 烏克蘭國防情報總局 發布了更多的證據 指控朝鮮派兵援助俄羅斯 根據一段節獲回來的録音顯示 俄羅斯軍官顯然對於即將到來的朝鮮士兵 是非常滅視的 甚至還大爆粗口 痛罵朝鮮士兵對彈藥和軍備完全不了解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指出 根據情報部門提供的信息顯示 俄羅斯將會在明日到後日 將朝鮮緩俄的部隊部署到戰場前線 首先歡迎各位亦有記登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個禮拜的直播節目 安排在明天香港時間晚上10時開始進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捧場 是明天 所以今晚沒有直播節目 希望大家留意了 說回今次的主題 朝鮮的援軍究竟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 大概明天就會見真章 但在這班士兵大規模上前線之前 似乎俄軍和這班人不太協調 烏克蘭國防情報總局 在今天發佈了一段折獲回來的錄音 這個錄音就是有一班俄羅斯的軍人 指揮官 討論即將到來的朝鮮部隊 他們安排了個名字給這個部隊 就叫做K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你用粵語讀出來就搞笑 因為這個K應該是Korea 但這班部隊就變成K營 哈哈哈哈 那這班K營人怎樣呢 就說對於他們怎樣指揮這一班的部隊 都有很大的困難 還有這班這樣的K營人 他們對於彈藥軍備完全是不了解的 所以他們感到很不滿 甚至乎還不屑 我想最起碼在語言上有一個很大的障礙 朝鮮 雖然跟俄羅斯叫做友好 他也不需要學俄語 但是俄羅斯人也不懂朝鮮語 那怎麼辦呢 要怎樣溝通 所以本身已經是很大的困難 你要怎樣指揮他呢 像一塊飯一樣 在這段錄音當中 原來有一個朝鮮的士兵 負責跟俄羅斯的指揮官見面 俄羅斯指揮官就說 這個朝鮮軍人就動了在那裡了 對眼睛就突出 哇真的 樣子不好看 說得很難聽 我免得引述 因為這些其實是很種族主義的 有些歧視的成份 坦白說我不引述 但是總之我告訴大家 就是那些俄羅斯的軍人 看不起那些朝鮮士兵 好了 然後那個指揮官就說 那朝鮮軍人就來了 又說要跟他們 指揮什麼差事的事情 有些什麼裝備要配給 什麼什麼 就是很輕滅 但是有一個語氣就是 好了 另一個俄羅斯的軍人就插嘴了 就說這班朝鮮軍人 就是什麼什麼的中國人 粗口就是問候別人的媽媽 當然她說這些 我就不同意了 我引述給大家聽 就是很racist 我不同意 但我就是為了報道而引述 這些是怎麼說 很種族主義的 帶有歧視成份 而且是辱華 我又不明白 大陸那些小粉紅 我當是看不到的 為什麼 人家發佈錄音出來 有證據 要是你又說 烏克蘭那裏是假的 哪裏可以假的 開頭那班人死不認 又說烏克蘭方面自己說 哪裏有朝鮮軍人去 後來韓國那個國家情報院 又證實了 現在連美國和北約組織都證實了 也是有的 那些人死不信 說沒有 怎麼會沒有 現在又有了 那些俄羅斯人 老實說 他怎麼只看不起朝鮮人 他連大陸人都看不起 這個很明顯 因為他們覺得有種優越感 當然我不認同 我解釋給大家聽 所以那些語氣很輕烈 好了 根據這段錄音顯示 俄羅斯軍方計劃每三十名的朝鮮軍人 就配置一個翻譯和三個高級軍官 那些受命要迎接朝鮮士兵的俄軍指揮官 就有很大的意見 一個指揮官就說 就這件事我真的不能夠明白了 怎樣三個軍官配三十個朝鮮士兵 我們要從哪裏找這些指揮官過來 我們必須要從隊伍當中 拔人出來 好了 另一個指揮官就說 又是說髒話 你老美我跟你說 明天有七十七個營的指揮官 要來配合朝鮮軍人 那些營長和副營長都要來 這班人很明顯就不想領導這班朝鮮士兵 坦白說 溝通又不足夠 協調又做不好 你說那班人什麼時候去到俄羅斯呢 就今個月中的時候才要開始去 做一個所謂適應的訓練 俄羅斯話都未學得切 聽不聽得懂 人家怎樣指揮他 然後那些現代的軍事裝備 全部一竅不通 你說 有些人負責去 教俄羅斯人怎樣使用 朝鮮製造的彈藥和武器 那些佔很少數 而且那些是比較高級的 朝鮮軍官去做的 一般萬二友去援俄的 就是上前才打的 那你做指揮官那個 他也要上前 怎麼指揮呢 那死了 指揮一堆這樣的人 大哥 他就想著 你死就你賤 可能 但是指揮那個隨時都沒有命 所以現在就很多這些聲音 烏克蘭方面 截獲到這些錄音出來 據烏克蘭國防情報總局所說 這些錄音的講話 是在10月23日的夜晚刻 由俄羅斯的加密通訊頻道那一竅截獲回來的 顯示朝鮮軍隊在24日抵達富斯克州的鄉村 以後會進入前線打仗 今年8月的時候 烏克蘭佔領了富斯克州部分領土 試圖緩解烏東前線的壓力 所以現在這群朝鮮軍隊 他就先去富斯克州打仗 不是去烏東 現在暫時 要收復被烏克蘭佔據的俄羅斯土地 先找這群僱傭兵去打仗 以上就是最新爆出的絕密錄音 好了 送去戰場那處授把 到底朝鮮和俄羅斯之間的利益交換是怎樣 現在開始有點眉目了 我們要看看 據美國之音的報道所說 朝鮮的官媒上個月發布了 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參觀農宿友設施的照片 美國國務院說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朝鮮政權已經向俄羅斯出口了幾十枚彈道導彈 以及超過一萬八千個裝有彈藥 以及和彈藥相關材料的集裝商 蘭德公司的高級國防分析師 貝蘭特就說到 金正恩現在可以通過 向烏克蘭戰爭部署自己的士兵 來利用俄羅斯獲得更多的東西 那拿些什麼呢? 貝蘭特就說 當朝鮮進行核試驗的時候 他們發現到有些東西是起不到作用的 金正恩就是想從俄羅斯那邊拿到更多的技術 支付組織傳統基金會核威懾與導彈防禦研究員比特斯就說 派遣朝鮮軍隊是金正恩向俄羅斯表達善意的象徵 你老母這些邪惡的東西就是善意真是 難為政邪定分界 這些什麼善意這些惡意 對於人類的共同利益來說 金正恩的期望就是要換取俄羅斯提供更多的技術援助 金正恩最終的目標是怎樣? 就是和俄羅斯重振兩國聯盟 幫助朝鮮改善導彈和核項目 這個就是金正恩的陰謀的一部分 金正恩可以要求普京提供技術援助 以便有效實現核彈頭的小型化 這些核彈頭就可以安裝在 洲製彈道導彈ICBM的尖端用來瞄準美國 金正恩經常想拿這些技術 我們剛才提到 朝鮮和俄羅斯的聯盟是加強的 所以很多外媒都有說 大陸現在其實不是那麼放心的 因為在過去半個世紀來說 朝鮮一直就好像作為大陸的附庸國 有些什麼都是大陸基本上可以操控的 金氏政權就幾乎快樂 當然到目前為止 大陸仍然操控著朝鮮的貿易和經濟命脈 如果沒有了大陸的援助也不行 但現在這個金正恩的野心是大的 他想逐漸擺脫大陸的操控 這個很明顯的 就有些脫光猴子的狀態 就開始黏在俄羅斯那邊 如果一個人長期做開你的馬 突然之間跟了第二個馬房 當然了 心裏有些不平衡 原本領導開這隻馬的國家 你怎麼想呢 我養開你的 我一向都是對你好好的 你現在做什麼事 走了過去那邊 雖然那個叫做不是盟友跟姓盟友 你有沒有派兵過去 你不單止眉來眼去那麼簡單 你想怎樣 所以大陸是擔心的 因為逐漸失去了對朝鮮的完全控制 不是說他沒有了影響力 而是說影響力在下降 因為大陸以往就打色了 好了 這個威爾遜中心印度太平洋項目研究員 李承韻就說到了 他認為俄羅斯是承諾了向朝鮮提供敏感的核技術 比如說核動力潛艇 軍用衛星 和重返地球大氣層的洲際彈道導彈 以換取朝鮮向烏克蘭派兵 而朝鮮獲得另一個好處 就是他那些軍人的人工可能會以在國際上兌換的硬通貨來支付 即是美金 威爾遜中心韓國歷史和公共政策中心主任斯坦加羅內就說到 這次初步的部署帶來的經濟利益看起來相對較少 但對朝鮮來說 卻是比較重要的 好了 若然俄羅斯以新招募俄羅斯士兵相同的人工來支付給朝鮮 我們就可以統計得到 朝鮮每個月 將會憑借著已經部署的三千名士兵 獲得一千萬美元的收入 三千兵是一萬個收入 一千萬美元的收入 現在不止三千,是一萬二的 即是四倍 即是四千萬美元 四百三億多港幣 就給金正恩 其實是他代替的 因為這班人都死了 上前線的時候他們都收不到錢 這班人怕車都不知道有沒有戶口 那給誰就給金正恩代替 所以這些根本是犯了反人類的罪行 即是你送一派人去送死後 你自己代替 正代就是四千萬美元 即是這些和販賣人口都沒有分別的東西 是要拿去戰爭法庭審訊的 但是現在看到朝鮮一來 送堆油過去又減少了糧食的負擔 減少了國內的支出 還有錢收 他當然是說好 對於金正恩來說 好了 這個數額已經是相當於朝鮮全年 對中國合法出口的四成份額 所以就是一個很可觀的收入 中國已經是朝鮮最主要的貿易夥伴 佔了朝鮮貿易總額的九成半 即是說有了四千萬美元就好做很多 而且是以美金來支付 不是加密幣不是人民幣 這個很重要 是可以在國際上兌換的硬通貨 即是美元 沒有別的了 好了 美國陸軍退役上將 艾布拉姆斯 曾經在2018到2021年 擔任駐韓的美軍司令 他就說朝鮮士兵的部署 不會改變俄羅斯的軍事格局 但他就說這個表明 金正恩決心要成為俄羅斯的戰鬥夥伴 俄羅斯大約每十天就會損失一萬名士兵 因此朝鮮部署一萬士兵過去 都不會明顯改變的結果 不過 部署朝鮮士兵 對於俄羅斯和朝鮮 都是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這顯然是 最近 朝鮮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的成果 即是說朝鮮想賣掉大陸 因為大陸以往可能對他答應了很多事情 沒有給他 現在俄羅斯額頭 尤其關於核方面的事情 還有錢 所以 沒辦法 現在大陸養狼狗咬自己 好了 朝鮮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 就在今年6月簽署 新的條約規定 如果俄羅斯和朝鮮任何一方 受到第三方的攻擊 雙方是必須立即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 提供軍事援助的 所以一簽的時候 已經注定要出兵 如果不出兵 就不會在打仗的時候 簽這些互相防衛的協議 因為一定會出兵 對於金正恩來說 也不算是出兵 又拿錢又拿技術 普京當時說 他們深信朝鮮領導層 會認真對待這份協議 俄羅斯將會在協議條款的框架裡 做些什麼 以及怎樣做都會列得很清楚 所以一定有利益交換 現在看來是 關乎到軍事技術和錢 這兩樣是最重要的 那班朝鮮兵何時會抵達這個戰場呢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引述情報部門提供的信息說 第一批朝鮮士兵預計最早將會在10月27日至28日 被俄羅斯部署至戰區 這是俄羅斯明顯的升級行動 路透社指出 扎蓮斯基沒有說明到俄羅斯會將朝鮮部隊 部署到前線哪一個位置 以及沒有談及其他詳情 不用的 始終會 部署到前線就有資料 有照片 有影片 在Twitter上就會傳來傳去 一定有的 不會派去 真是只坐?只吃? 食窮俄羅斯? 所以一定派上前線 至於大陸的反應會是怎樣? 據法新社的報道所說 現在大陸的處境會比較尷尬 因為受到了朝鮮的冷落 這一點從去年9月 金正恩訪俄受到隆重款待 以至於今年6月 普京訪問朝鮮的時候 受到盛大歡迎 已經可以反映出來了 普京和金正恩 兩個被國際社會孤立的人 如此親密 是有多個原因的 被人集體排斥 沒有人跟他玩 好像在一個學校裏面 沒有人跟他玩 兩個人就攬頭攬頸 很厲害 沒什麼厲害 但一方面又怎樣? 習近平向普京承諾 中俄合作無上限 但其實是有上限的 儘管大陸向俄羅斯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支持 出口了被指可以用來製造武器的零件 即所謂軍民兩用的設備 但至少中國也是不能公然地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因為這就是美國和北約組織的紅線 即你不能直接提供致命武器 這一點就沒辦法使得普京滿意 而朝鮮和俄羅斯就有了更接近的理由 幾年來 金正恩一直希望從中方得到必要的科技援助 發展核武計劃 並且希望獲得衛星技術和核潛艇技術方面的支持 但大陸一方面不得不顧忌西方的壓力 但另一方面擔心朝鮮坐大以後 朝鮮半島局勢會更加動盪 對自身構成威脅 使得沒有滿足朝鮮的要求 我認為大陸忌西方都有一定程度 但更大的擔心就是擔心 所以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一直都在養著朝鮮 但是不讓他飽品吃 他說要什麼 在那裡拿玩具 就給少許 很多都不給他 但現在他拿了普京 普京給他玩具 他便又出兵又成了 而且你說合作無上限 那傻子真是合作無上限 金正恩 那好了 法新社的報道就說 朝鮮雙方都有了理由去互相支持 作為提供武器和部隊的交換 朝鮮是可以獲得軍事和太空領域的技術援助 糧食援助 武器銷售 和財政的收益 即是派軍人去拿2千美元 每一個人頭 好了 這個大陸領導曾擔心另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俄羅斯向朝鮮提供那麼多的技術 作為朝鮮出兵的回報 這個可能會使到朝鮮更大膽地 針對韓國和日本 採取更激進的行動 與此同時 是會削弱中國對於這個封閉國家 所實施的影響能力 說來說去就是這隻狗我養開的 你走去做什麼 不斷餵狗糧給牠吃嗎 養到牠肥了 那牠不需要靠我了 儘管朝鮮在貿易和援助方面依賴中國 但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說 朝鮮和俄羅斯走得這麼近 對中國是沒有好處的 中國在這個問題上 是陷入了癱瘓和無能的境地 南華早報引述 韓國國家統一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趙漢范所說 將朝鮮部隊部署至到俄羅斯 是跨越中國紅線的行動 可能會連帶掀起全球的反中情緒 甚至會損害中國的經濟 降低中國的國際地位 所以中國將會處於一種非常不滿和不安的狀態 這個派兵究竟是否得到大陸的默許 還是你自己自把自為呢 以金正恩如果他獲得這麼多的財政收入和技術援助 而長期在大陸拿不到來講 似乎現在不是大陸控制的範圍之內 朝鮮現在叫做壯大了 那就糟糕了 大陸 因為是人家入你的數 因為你長期要講 你跟他這麼緊密 那個聯繫 所以你看大陸現在 他其實都沒有走出來講些什麼 關於這個朝鮮出兵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